第二部黑暗森林 二十七级 从太空军总部出来时 泰勒路过一名哨兵的身边 他跟这名士兵目光相遇时 他跟这名士兵目光相遇时 对方有些羞涩地朝他微笑致意 这在其他国家的军队里是看不到的 那些少兵都目不转睛地平视着前方 看着面前的这张年轻的脸 泰勒在此在心里默念着那句话 妈妈 我将变成 这天傍晚 下起了雨 这是罗继住进这个伊甸园之后 这里第一次下雨 客厅里很阴冷 罗继坐在没有生活的笔炉前 听着外面的一片雨声 感觉这座房子 仿佛坐落在阴暗海洋中的一座孤岛上 他让自己笼罩在无边的孤独之中 石墙走后 罗继一直在不安的等待中度过 他感觉 这种孤独和等待的本身 就是一种幸福 就在这时 他听到有汽车停在门前的声音 然后隐约听到几声对话 其中有个轻柔稚嫩的女生 说了谢谢再见之类的 这个声音让他触电般沾倒了一下 两年前 在白天和黑夜的梦中 罗继都听到过这个声音 但是 都缥缈的 像是蓝天上飘过的一缕白沙 此时 在这阴郁的黄昏中 仿佛出现了一道 转瞬即逝的阳光 接着 外面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罗继将坐着 好半天才说了一声 请进 门 门 开了 一个纤细的身影 随着雨的气息 走了进来 客厅里只开着一盏落地灯 上面有个旧式的大灯照 使得灯光 只能照到壁炉前的一圈 客厅里其余的部分 光线都很暗 所以罗继看不清 她的面容 只看到 这个女孩子 穿着白色的裤子 和深色的外套 一圈 一圈结白的领子 与外套的深色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她再一次 想起了百合花 罗老师好 她 温厚着 你好 罗继站起身来 外面很冷吧 在车里不冷的 虽然看不清 但逻辑肯定 她 笑了一笑 但这里 她 四下看了看 真的有点冷 罗老师 我叫庄严 庄严 你好 我们点上壁炉吧 说着 罗继蹲下身去 把那些整齐剁着的果木 放进壁炉当中 以前见过壁炉吗 你过来坐吧 她 走过来 坐到了沙发上 但人 仍处于暗影之中 只在电影上见过 罗继划火柴 点着了柴堆下的 引火雾 当火焰 像一个火雾般 伸展开来时 她 在金色的柔光中 渐渐地显现出了 本来的样子 罗继的两根手指 死死地捏着 已经烧到头了的火柴 她 她需要用这种啄痛 来提醒自己 这不是在做梦 她感觉自己刚刚点燃的 是一颗太阳 照亮了 已经变为了现实的 梦中的世界 外面的那颗太阳 就让它永远 隐藏在阴雨和夜色中去吧 面前的这个世界 只要有火光 和它 就够了 大师 你真的是个魔鬼 你在哪儿找到了它 你他妈的 怎么可能找到它 罗继收回目光 看着壁炉当中的火焰 不知不觉见 泪水已经盈满了双眼 最开始 他怕她看到 但是很快的 就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掩饰 因为 他可能会以为 是壁炉里的烟雾 使自己流泪的 就抬起手来 擦了一下 这暖和 真好 他 看着火光 微笑着说 这句话 和他的微笑 又让罗继的心 颤动了一笑 怎么是这样呢 他 又打亮了一下 暗影当中的客厅 这里与你想象的 不一样吗 是不一样 这里不够 逻辑说着 想起了 他的名字 不够庄严 是吗 他 对 逻辑微笑着 我是颜色的眼 哦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觉得 这里应该是这样的 有许多地图和大屏幕 有一群戎装的将军 我拿着一根长棍 指指点点 真是这样 罗老师 他的微笑 变成了开心的笑 就像是一朵玫瑰 绽放了开来 逻辑站起身 一路上很累了吧 喝点茶吧 说着 犹豫了一下 要不 喝杯葡萄酒 能去就好了 好的 他 点点头 借过高脚杯时 轻轻地说了一声 谢谢 然后 喝了一小口 看着他 捧着酒杯的 天真模样 罗继心中 最柔软的那部分 被出互动了 让他喝酒 他就喝 他 相信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 没有一点戒心 是的 整个世界 到处都潜伏着 对他的伤害 只有这里 没有 他 需要这里的呵护 这儿 是他的 城堡 罗继坐了下来 看着庄严 尽量从容地问 来之前 他们是怎么对你说的 当然是让我来工作了 他 再次流露出那种 令罗继心碎的天真 罗老师 我的工作是什么呢 你学的是什么 国画 在中央美术学院 哦 毕业了吗 嗯 刚毕业 边考研 边找工作 罗继想了半天 实在想不出 他 在这里能干什么 工作的事 我们明天再谈吧 你肯定累了 先好好休息一下 喜欢这儿吗 我 我不知道 从机场来的时候 雾很大 后来天又黑了 什么都看不见 罗老师 这是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他 点点头 自个儿 自个儿暗消了一下 显然不相信 罗继的回答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哪儿 看地貌 向儿北欧 我可以马上打电话问 罗继说着 就伸手去拿沙发旁的电话 不 罗老师 不知道也挺好的 哦 为什么 一直到在哪儿 世界好像就变小了 天啊 罗继在心里 惊叹着 这时 他 忽然有了惊喜的发现 很孩子气地说 罗老师 那葡萄酒在火光中照着 真好看 是的 浸透了火光的葡萄酒 呈现出一种 只属于梦境的 晶莹的神虹 你觉得 他像什么 罗继紧张地问 嗯 我想起了眼睛 晚霞的眼睛 什么 晚霞的眼睛 罗老师 你说得真好 昭霞和晚霞 你也是喜欢后者吗 是啊 您怎么知道 我最喜欢晚霞了 庄严的双眼 在火光中 十分的清丑 像是赛温 这有什么不对吗 中国史诗科幻 三条 三条 正在播出 刘子新援助 清雪 直播 企鹅FM出品 第二天早晨 雨后出情 在罗络的感觉中 仿佛是上帝 为了庄严的到来 把这个伊甸园 清洗了一遍 当庄严第一次看到这里的真实面貌时 罗继没有听到一般女孩子大惊小怪的惊叹和赞美 面对着 面对着壮美的景色 她处于一种敬畏和窒息的状态 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赞美的话来 罗继看得出 她对自然之美 显然比其他女孩子要敏感得多 你本来就喜欢花花吗 庄严呆呆的凝视着远方的雪山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哦 是的 不过 我要是在这儿长大的话 也许就不喜欢了 哦 为什么 我想象过那么多美好的地方 画出来 就像去过一样 可在这儿 想象的 梦见的 已经都有了 还画什么呢 是啊 想象中的美 一旦在现实当中找到 那这是 罗继说着 看了一眼朝阳当中的庄严 这个从她的梦中走来的天使 心中的幸福 就像是湖面上的那片广阔的零零波光 在挡摆 联合国 PDC 你们想不到面壁计划是这样一个结果吧 我现在就是死了 也无所谓了 罗老师 罗老师 昨天下了那么多雨 为什么雪山上的雪没被冲掉呢 啊 雨是在雪线以下下的 那山上常年级雪 这里的气候类型 同我们那里有很大的差别 您去过雪山那边吗 没有 我来这里时间也不长 罗继注意到 女孩子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那座雪山 你喜欢雪山 嗯 她重重的点点头 那我们就去看看 真的吗 什么时候 她惊喜的叫了起来 现在就可以动身啊 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向山脚 现在去 晚上就可以回来 可工作呢 庄严把目光从雪山上收回来 担心的看着罗继 工作先不忙 你刚来 罗继敷衍着 那 庄严的头歪了一歪 罗继的心也跟着动了一动 这种稚气的表情和眼神 她在以前的那个她的身上 见过无数次了 罗老师 我总得知道我的工作啊 罗继看着远方 想了几秒钟 然后坚定的回答道 到雪山之后 我就告诉你 好 那我们快去走吧 好吗 好 从这里坐船到湖对岸 然后再开车 会方便一些 他们走到战桥的尽头 罗继说 现在风很顺 可以乘帆船去 晚上的风向会变 正好就可以回来 然后 她拉着庄严的手 扶她上了一只小帆船 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庄严 她的手 同那个想象当中的冬夜 她第一次握住的那双手 一样 是那种凉凉的 柔软 庄严惊喜地看着罗继把洁白的球形运动翻升起 当船离开战桥时 庄严把手伸进了水中 这湖里的水很冷吧 可这里的水好清好清啊 像你的眼睛 罗继心里这样说着 你为什么喜欢雪山 我喜欢国画啊 国画和雪山有什么关系吗 罗老师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的区别吗 油画 让浓浓的色彩填得满满的 有位大师说过 在油画当中 对白色要像黄金那样珍惜 可是国画就不一样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空白 那些空白才是国画的眼睛呢 画中的风景 只不过是那些空白的边框 你看那雪山 像不像国画当中的空白 这是她见到罗继之后 说的最长的一段话 就这么滔滔不绝地 给一位面壁者上课 把罗继当成一个无知的学生 丝毫不绝地失礼 你就像是那画中的空白 对一个成熟的欣赏者来说 这是纯净的 但却充满了美的内容 罗继看着庄严 这样想着 船停靠在了湖对岸的战桥上 有一辆敞篷吉普 就停在湖岸的森林边 把车开过来的人 已经离开了 这车是军用的吧 来的时候 我看周围有军队 过了三个港哨呢 庄严上车的时候问 没关系 他们不会打扰我们的 罗继说着发动了车子 这是一条穿越森林的 很窄的简易公路 但是车子行驶在上面很稳 林中未散的晨雾 把穿透高大松林的阳光 一缕缕的映出 即使伴随着引擎手 也能清晰的听到林间的鸟鸣 清甜的风 把庄严的长发吹起 一缕缕的 嚷到罗继的脸上 痒痒之鱼 他又想起了两年前的 那次冬日之旅 现在周围的一切 与那时的冬雪过后的 华北平原和太行山 已经恍若隔世 那时的梦想 却与现在的现实无缝连接 罗继始终难以置信 这种事居然真的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他想着 转头看了庄严一眼 发现他也在看着自己 而且似乎已经看了好久了 女孩子的眼中略带好奇 但更多的是清纯的善意 看到罗继在看自己 他的目光并没有回避 罗老师 你真的有战胜万行人的本领吗 罗继被庄严的孩子气完全的征服了 这是一个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可能向面壁者提出的问题 而且 他们俩才认识很短的时间 庄严 面壁计划的核心意义 就在于把人类真实的战略意图 完全封装在一个人的思维当中 这是人类世界当中 质子唯一不能亏视的地方 所以 总得选出几个这样的人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人是超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超人 但是 为什么选中你呢 这个问题 比前面的那个更唐突更过分 但是 从庄严的嘴里说出来 偏偏就显得很自然 在他的那颗透明的心中 每一束阳光都能被晶莹的透过和折射 罗络把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庄严疑惑地看着他 而罗络则看着前方阳光斑驳的路 面壁者 是有史以来最不可信的人 是最大的骗子 这是你们的责任啊 逻辑一点点头 但是 是 庄严 我下面要对你说的 是真话 请你相信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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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